大家好,我是国际大师杨凯奇 那么今天呢将会跟大家带来一盘在2018年1月份在荷兰的维堪泽举行的Tata Steel的这个比赛 那么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迎来了很多世界顶尖骑手 那么在这个Master的组别当中14位骑手将进行13轮的这个单循环的比赛 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是现任世界冠军卡尔森获得了冠军 那么这个荷兰骑手吉里和俄罗斯骑手克拉姆尼克分裂二三名 那么荷兰的这个比赛维堪泽的这个比赛举办到现在已经是第八世界了 那我今天呢先给大家来分享一段视频 那么可以大家这个看一下对这个比赛有先有一些概念 这个比赛的这个比赛 这没有 assim hungry 我一定要回答一下 还请 ghost 我 那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官方制作的这个比赛宣传视频 那么荷兰的这个比赛呢 已经举办了80届 那么现在的赞助商呢 Tata Steel是这个印度的 最大的钢铁生产公司 那么他们占助了这个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的奖金 当然也是非常高的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给大家来讲解一盘 这个第八轮的对局 非常有意思的一盘棋 那么是现任世界冠军卡尔森 迎战英国的棋手 叫做琼斯 那么琼斯呢 是去年在这个Challenger组别 就是B组升上来的冠军 然后今年进入到了A组的这个比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双方是怎么走的 好 那么卡尔森直白 以王兵起步 那我们都知道卡尔森近年来 通常比如说走的比较多的是D4 或者是马F3 等等一系列招法 那么E4 这个也是他的 应该说是他的一个主要武器 但是最近这些年走的比较少 那么 众所周知 英国棋手琼斯是西西里龙氏的专家 西西里龙氏防御的专家 他甚至写了龙氏的书 关于龙氏开局的整个的布局体系 那么写了一本书 那可以说他是现任棋手当中 龙氏下的非常好的棋手之一了 那么西西里龙氏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开局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 卡尔森走E4 王前兵 那么就展示了一种态度 作为世界冠军呢 他不惧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龙氏专家 进行一盘论点式的较量 那么琼斯呢 走C5 西西里开局 马F3 D6 D4 CD 马D4 马F6 马C3 G6 那么在G6走完之后呢 就是西西里的龙氏便利 应该说是西西里防御当中 非常流行的一个变化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棋手当中 这个变化应该说 受喜爱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G6走完之后 白旗被现代理论认为 对于对付龙氏最好的变化呢 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南斯拉夫进攻体系 就是白旗选择长一位的这个变化 因为走起龙氏之后 G6一方面它的黑格像会变得很厉害 但另一方面呢 G6走起之后 那么黑旗的王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削弱 比如说如果要是白旗以后长一位的话 H4 H5可以更快的接触到黑旗的王毅 所以一般现代理论认为 对付龙氏最好的方法呢 对于白旗来说 就是选择长一位的这个进攻体系 项E3 项G7 白旗F3 这都是普招 黑旗 马C6 白旗后第二 黑旗短一位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卡尔森选择了长一位 也是两大主流变化之一 所谓两大主流变化 一种呢就是在现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走的长一位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白旗把向走到C4 出动向到C4 两种招法呢 应该说各有千秋 那么长一位呢就是加快自己的出子速度 然后迅速的准备G4 H4 H5 在王毅发起冰的风暴 可以接触到黑旗的王毅 那么但是如果不走向C4的话 不走向C4的话 白旗对这个A2到G8的这条斜线控制上就 稍显单薄 那我们会看到在卡尔森选择长一位之后呢 那么黑旗迅速的挺起D5 然后做一个中心的反击 那么D5也是在这个变化当中 黑旗的主要变化 那么作为龙氏专家 这个英国旗手群斯 当然会非常清楚 D5这个理论性的招法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旗可走的变化 一般分为几种 首先呢 这盘旗卡尔森选择的是后道一一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自然的一步招法 后道一一 让开地线 让自己的车呢 直接跟对方的后来对话 把自己的车跟对方后子 走到同一纸线上 然后威胁对方的后 所以后一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招法 那么除了后一一 当然还有另外的招法是 ED 那么在马D5 然后马C6 BC之后 白旗可以考虑向第四 白旗可以考虑向第四 另外的招法 马D5 被认为并不是能够给白旗带来最大好处的 因为在CD 后D5 后C7之后 黑旗可以弃掉自己的兵 甚至是A8车 然后在后A8之后 那么白旗在这最好的变化是后C5 那么黑旗可以 后B7或者后B8 两种招法都可以 那么很多人在这 后B5 后C7就一个合旗的变化 那么 如果要是后A8的话 在黑旗向F5 后F8 王F8之后 黑旗这个局面 虽然用双车换掉了白旗的后 但是呢 他的后和双向可以配合 对这个白旗的王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旗的这个局面 还是非常有反击的 所以很多人下白旗的旗手 不愿意去吃掉这个D5 那么在这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卡尔森选择了后到E1 很不错的一部招法 那么 而且呢 也是一个小险景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白旗的车 跟对方的后在同一直线上了 所以呢 下旗的时候 当车跟后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 这个后方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 如果要是现在黑旗走了D1的话 那么白旗简单 马C6 这个就是用了一个小的闪击 那么就会多死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黑旗E5 白旗马C6 黑旗BC 白旗E地吃掉 黑旗马D5吃掉 那么可能有些 有些骑手会觉得很奇怪 在这的时候 不是说开局阶段要中心聚兵吗 那么现在的话 为什么黑旗要用马D5 而不是CD CD看上去不错 但只是看上去不错 他虽然CD之后 有了两个中心的联兵 但是呢 在向G5之后 白旗可以用斜线来牵制 那么对黑旗的中心呢 有很大的威胁 比如说向E6之后 白旗继续可以向C4 对D5施加压力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旗的中心 还是稍嫌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在异地之后 黑旗马D5 避免白旗向G5的斜线的牵制 然后白旗向C4 黑旗向E6 白旗王B1 先B1不王 在这当然还有马E4的次举 卡尔斯先选择了王B1 黑旗G8 白旗马E4 黑旗F5 那么F5应该说是一部新招 以前很少有人走过这部招法 那么这部棋呢 肯定也是在这个龙氏专家 英国棋手琼斯的准备当中 以往的招法 黑旗在这走的比较多的呢 是后到C7 然后在向C5之后 黑旗比如说H6 先预防一步 不让对方马G5 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呢 琼斯直接冲起了F5 直接对白旗的中心进行挑战 攻击白旗的E4 那么白旗马G5踢向 黑旗向到C8 白旗在这的时候 走了一步这个G4 那么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就走了一步这个 可以说是Blunder 可以说是Blunder 就是一步败招 走完这步棋之后呢 这个琼斯F4 就直接切断了白旗向对G5的保护 那在这盘棋当中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可以说 应该说卡尔森是 非常稳定的一名棋手 作为世界冠军 他的这个棋意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呢 在这盘棋当中 他却在开局阶段 在开局阶段 仅仅17步棋就走出了一步败式的招法 那么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实际上G4 这步棋走完之后 给了F4的机会 那么这个白旗的G5马就要被吃掉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比较好的招法 比较好的招法 所以白旗来说 在黑旗向C8之后 白旗应该H4 巩固住这个G5兵 非常的 巩固住G5兵 巩固住G5马 用自己的H4兵 巩固住G5马 然后比如说 你现在F4的话 那我就不怕了呀 我就可以把向走开 比如说向C5 或者是向C1 两种招法 应该说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是可以的 所以要给自己的马生根 但是卡尔森在这 走了G4 他也许他忽略了这个F4 在比赛当中 有些这个评论的 这个评论家还认为 是不是卡尔森在这有准备 就故意气掉一个子 但是在赛后 这个卡尔森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他确实这部棋 是一个Blonder 他没有注意对方F4的这个招法 那么直接就丢子了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 作为世界冠军来说 虽然这个局面 已经极其不利了 但是呢 他在不利的情况下 是怎么样 这个继续下这盘棋的 那卡尔森 走成这个局面的时候 F4的时候 那他当时 这个赛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想 好了 现在我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 这个棋已经要输了 要少子了 所以呢 他就想继续的下好 接下来的招法 然后先看看怎么样 反正已经要输了 Nothing to lose 就正常下几步棋 然后看看 如果要输的话 那就认输 如果对手走的不精确 没准我还能赢 所以这个卡尔森 在这时候迅速调整心态 那我们会看到 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也是当时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片段 这个照片就是 在这一轮比赛当中 卡尔森和这个 琼斯对局的照片 我们如果要是 看大这个棋盘的话 我会看到 这个正好是F4 走完这个情况 卡尔森走了 另外一部招法 H4 这个保住自己的马 你看当我们可以看出 卡尔森当时的表情 就已经是非常的沮丧 对自己非常失望 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棋手 面对困难的局面 看看他如何迅速的 调整自己的心态 把自己的局面 不利的局面 转成一点一点的 把它搬回来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在F4之后 卡尔森H4 保护住自己的马 在F1后1-3之后 这个局面 白骑后马向双车 对对方的后双向马双车 那么棋盘上 这个黑骑多了一个青子 多了一个像 应该说 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 多了一个青子的话 多了一个子的话 基本上要赢棋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 稍稍不一样的地方 由于这个是西西里 开局走成的局面 然后虽然白骑现在 暂时少了一个子 但是这个局面 还没有很清楚 尤其黑骑的兵型 稍稍有点散 我们会看到 C6是一个孤兵 E5是一个孤兵 那么比如说 这两个兵周围的 周边的格子 比如说C5 E4 都是白骑可以利用的一些格子 那么并且 白骑的王暂时相对安全 然后在王毅上 可以祭祀H5 这样的话 给黑骑稍稍有点压力 所以应该实战 实际上来说 这个局面 应该说黑骑已经胜势了 黑骑已经胜势了 但是从实战竞技的角度上来说 黑骑虽然是胜势 但是不能确保说一定就能赢 如果黑骑想要赢 骑还必须走得比较精确 接下来的招法要走得比较精确才行 那我们来看看这盘骑继续是怎么下的 在白骑后翼3之后 黑骑H6好骑 那么琼斯在这的时候 走得还是相对比较精确的 这几步骑 因为白骑的马在G5 这个时刻威胁着黑骑的王 离黑骑的王很近 所以H6把这匹马先赶走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步预防性的思维 把对方的马先赶走 虽然这个G5马在这 暂时还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这个马在我们黑骑的王前 始终是对黑骑有一些威胁 不太舒服 所以先把马赶走 没问题 卡尔森后翼5 那么局面差的时候 局面差的时候 我们以前也分析过 这个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就是在这个 我写过一些文章 就有一篇文章叫 如何在劣势情况下 如何优雅的下棋 那么一般情况下 当你的局面不好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两种这个解决途径 一种就是你局面不好 现在局面差了 然后对子 寻求一个核棋的局面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明显 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所看的局面 因为现在的话 白棋已经少子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再继续对子的话 那么白棋子力会越来越少 那么黑棋多子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了 那这是第一种方法 但是不适用于现在的局面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当你局面差的时候 尽量把局面复杂化 尽量complicate 这个position 让这个局面更复杂化 那么所谓浑水摸鱼 局面一乱的话 对手就有可能 双方都有可能犯错误 但是呢 这个作为优势的一方 他肯定不希望局面过于复杂 所以呢 如果你局面差 就尽量的把局面复杂化 所以在这时候 你看 黑棋攻击H6码 白棋呢 在这卡尔森 并不把码走开 因为白棋已经 这个 少子了 局面已经差了 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的 要把这个局面 弄复杂 如果你要是让对方 这个局面下得很清楚的话 那么 这个 黑棋的优势 就会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在这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码E4 如果你的子力要往回撤的话 对方就很容易 向E6 对吧 就把自己的子力出动 然后 弥补住这条斜线的压力 那么黑棋这个局面 就会越来越舒服 你码C5 我就下F7 那么黑棋这个局面 应该说 没有任何的 问题了 应该说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会看到卡尔森 深知 这个 奇异理论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已经少死了 所以必须 这个把局面 复杂化 后C5 G5马不走 然后就给你吃 你要敢吃我G5 我就会消灭你的C6 那么C6一旦被拔掉的话 那么这个局面 等于说 黑棋的整个支柱 就被打碎了 那C6并一枚 你会看到 A8 D5 还有王 整个这个局面的基础 都已经崩溃了 即使是黑棋 多两个子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非常危险 那所以呢 琼斯在这 向B7肯定会保护住自己的C6兵 白棋 这时候马E4 那么因为黑棋走了向B7了 他的项没法走到E6了 所以卡尔森的马在G5也就没必要继续待下去了 那所以马E4回来 黑棋G16也是一步好棋 也是一步好棋 保护住这个 或者说cover住 控制住第六格 不让对方 比如说马D6进去 也是一步好棋 然后卡尔森在这H5 在王毅上争取走出一些机会 那么琼斯在这走出了 整个对局当中 第一个 第一个错误 或者说是不精确的招法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了H5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最好的招法 作为黑棋来说 最好的招法 那么就应该是什么呢 就应该是G5 封闭住局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对方攻击你王的时候 你要尽可能的 作为防守方来说 要尽可能的封闭住线路 不要打开过多的线路 因为一打开线路的话 你的王就会暴露出来 所以H5 那么黑棋最好的办法 就是G5 然后来封闭住这个王毅 但是琼斯在这的时候 由于他多子了 他可能对子 对后心切 走了后B6 但是实际上是一步 不精确的招法 因为这部棋走完之后 就给卡尔森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如果你现在 正在看这个视频 你可以先把它暂停 给自己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然后来想一想 如果你是卡尔森 你在这个局面当中要怎么走 你现在可以pause 你可以暂停 然后继续想一想 然后看一看你的招法 和卡尔森的招法一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看看你的招法 你们应该都有自己的 这个心理上都有自己的招法了 那现在看看你的招法 和卡尔森的招法一不一样 那现在的时候 白棋最好的招法 季武好棋 继续的复杂化局面 就像我们所说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 局面差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把局面复杂化 要尽可能的把局面复杂化 那么白棋现在季武 我们会看到在王毅上 四个兵互相叫吃 那么无论怎么吃 都会产生新的线路 那这对于白棋攻击黑棋的王 是非常有利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这个双方的后在交换 但是白棋 因为虽然白棋少了一个子 不太愿意对后 但是现在因为有具体的威胁 所以白棋可以对 可以考虑先把后放在这 比如说黑棋如果现在要是后C5 那么白棋就会马C5 那么这个马可以攻击B7和E6 那如果你要是把车走开G17的话 那么在马B7 GB7 GD5之后 那么白棋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子 给吃回来了 那比如说CD 向D5 GF7 那么无论向A8 或者是更好的HG 那么白棋反而是要迎其的那一方了 所以呢 前面我们可以看出 琼斯的这部后B6 实际上不是一步好棋 因为你毕竟不能跟对方的C5进行交换 所以应该先走G5 先把自己忙意的问题解决 但是比赛当中 也许琼斯是有点低估了 这个卡尔森的这个G5 所以后B6G5之后 这个局面立刻的极度的复杂化 好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琼斯选择了HG 又是一步 应该说不精确的招法 最好的招法是向F8 这部棋是好棋 因为这个向在G7 被自己的兵挡住 已经在这条斜线上没有太大的贡献了 所以这时候应该向F8 不要去纠结于在这个王毅上这四兵的问题了 还是要强制的去换后 虽然黑棋不能在C5格换后 但是向F8攻击C5后 然后逼使 迫使白棋来跟黑棋换后 那比如说后B6AB的话 那么黑棋这个局面就很不错了 所以白棋有可能会后继一 在后继一之后 居D继一 虽然白棋还是少子 而且进入到残局 但是在王毅上 有相对的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但是黑棋毕竟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了HG 坏棋 白棋马上把自己的后走开 把自己的后走开 在这的时候不去HG吃 因为这两个兵要交换 而且交换的话 肯定会打开线路 那么白棋可以先不着急 先把自己的后走开 因为保留后的话 对黑棋的王压力会更大 所以后A3 那现在再走下F8的话就不怕了 白棋的后就可以走开了 就不会跟黑棋兑换了 实战当中 黑棋走了GB8 然后白棋走了B3 也是一步好棋 巩固住自己的局面 然后卡尔森还是预防一下 不让对方对我的B2有压力 在这的时候另外一种招法 当然马G5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不同风格 棋手可能会选择的不同招法 马G5可能就是更挑起复杂化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的招法 更偏向进攻 但是卡尔森还是先把自己的王走好 先走个B3 因为G5兵是死的 好 对局 琼斯在这多完子之后 就像着了魔一样 一再的去走不精确的招法 这步棋走完之后 整个黑棋的局面就崩溃了 但是他的想法 我们应该也能理解 因为G5兵还在白棋的威胁之下 所以他后D8 想守住G5兵 但是在后A7走完之后 卡尔森又把A7兵吃掉了 那么你会看到 虽然黑棋多着子 但是他的王毅后毅整个都有问题 比如说他的王毅 他的王位置不好 对吧 那么再来看后毅 后毅的话 他的车和巷 这些子力都在白棋的威胁之下 所以在这时候 后D8后A7 白棋反而是优势的地方 虽然少着子 但是有更多的局面优势 那么在这时候 黑棋比较好的招法 还是 你比如说 下F8 把这个后赶开 那么在后C1之后 这也是B3的一个目的 后回去 然后用后吃到G5 向A6 在向A6 后A6 后G5之后 应该说 双方还 黑棋还有的下 但是应该说 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已经更偏向于下白棋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在实战当中 黑棋走了后D8 然后白棋 后A7 黑棋 GH 那你会看到 虽然 黑棋多了一个青子 但是白棋明显 他的子力位置更好 那么黑棋的子力 应该说很不协调 他的子力 没能拧成一股绳 他的子力 互相没有配合 那么这样的话 黑棋的子力 会比较消极 你会看到 他的相 没有用 对吧 被挡住了 他的车 王 马 在这条鞋 线上被吊住 他的 他的相 他的后裔的白格相 被自己的兵挡住 而且车和相 都被对方的后给威胁 他的后呢 又不能走开 因为一走开的话 后裔的车和相 又都有问题了 所以 黑棋的子力 太难受了 对击当中 G76 保护住自己的G5 GG5吃掉 GG5 马G5 还是那个问题 白棋的后在A7 导致黑棋不能后G5 因为有后B8 那么现在白棋 威胁马E6 现在应该说 白棋已经是 胜势的一方了 后C8 GG1 G线已经开了 对方的网友有问题 后裔的子力又不好 所以 基本上白棋已经要赢了 那我们后面看看 卡尔森是怎么 把这个优势 转化成胜势 GA8 后B6 好棋 继续的拖住 对方的B7向 让对方的后不能动弹 那么 如果再让白棋走一步 白棋 有可能会继续的 马E6 因为后E6之后 有后B7 或者说 白棋可以考虑 向D5 CD之后 再马E6 黑棋在这走了 GA6 来攻击白棋的后 当然这也是 白棋所希望看到的 因为 现在虽然 白棋不能向A6 因为 这个 马B6会把我们的后吃掉 但是 白棋再把后走开 这个车在A6 随时都会被我们消灭 随时都会被我们吃掉 后C5 后D7 然后在这 马E4再回来 继续的威胁马F6 在这时候顺便说一下 向A6 在这的时候 当然可以下 但是卡尔C已经不满足于 吃回这个半子了 那么 这个向明显比这个A6车 更有价值 马E4 比如说现在马上 我们就可以利用双向牵制 比如说这个向的斜线牵制 和车的直线牵制 可以马F6 来抽掉对方的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向在C4实际上 威胁非常大 马E4 Y8 后F2 好奇 既准备把自己的后 从后翼 调到到王翼 去进行进攻 而且腾出C5格给自己的马 非常的厉害 这部棋 好奇 后F2 后翼7 控制住H4 但是向A6 实际成熟了 那卡尔森开始摘果子了 向A6把这个A6车吃掉 那么向吃掉 后H2 王继8 后H6 那么从棋牌上来说 虽然黑棋还是多着半子 两个青子 对抗白棋的一个车 但是从子力的价值上来说 从子力的物质的角度上来说 白棋还多了两个兵 并且从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白棋的王更安全 黑棋的王的已经非常危险 后A7 后E6打将 王F8 狙G5 准备狙F5 对局马E3 控制住F5格 但是后D6 王F7 然后马C5 那么这个局面应该说 黑棋就基本上要输棋了 对局向C8 守住E6 狙几棋好棋 那么卡尔森就选择了最简单 最清楚的手段 这个赢棋 狙G7 优势的转化 那么在狙G7之后 这个瓊斯就认输了 因为他看到了王G7 后E5 不管你的王走到哪 后E3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虽然白棋放弃了 继续杀王的可能性 但是呢 多了三个兵 那么这个局面应该说 白棋已经胜定 所以瓊斯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认输了 在狙几棋之后就认输了 那所以这盘棋 也是这个卡尔森 非常有意思的一盘棋 我们会看到世界冠军 在第17步的时候 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Blunder 这个 丢掉了自己的一个亲子 被对方抓死了一个子 但是呢 在后面 虽然局面差了 但是他呢 吓得并不手软 并没有让这个 错招影响自己的情绪 而是这个不断的 复杂化这个局面 然后这个最后 终于利用对方的 一系列不精确的招法取舍 那反观的瓊斯 作为龙氏专家 他这盘棋 走出了新招 并且给世界冠军 在开局阶段 就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呢 由于 但是在后面啊 可能是出于心理的原因 或者是出于其他 方面的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他走了一系列招法 越来越丧失了 这个自己的优势啊 反而输掉这款对局 所以说呢 这个下棋的时候 不是说你有赢棋局面 你就一定赢 也不是说你 你走 前面走错了 就一定会输啊 所以这个 保持平常心 继续 就是争取下好自己的每一步棋 这样的话会给自己带来 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所以这就是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番对局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 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张 卡尔森比赛当中的照片啊 那么你可以找一下啊 在这张照片当中啊 有很多的这个人在啊 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在啊 包括有棋手 有棋迷 但是有一个棋迷啊 我们会看到除了棋手啊 这这一排做的棋手之外 呃 有一个人 有一个观众 很特殊啊 在这群人里面显得很特殊 你能找到这个人是谁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给大家留下的一个 呃 小疑问 小问题啊 欢迎大家来看一看 剩下的这个 非常著名的观众是谁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是国际大师姜凯奇 下次再见 拜拜